12月21日 有网友把血讨论赵丽先生某活动红坛的动作 引起不小争议 他在镜头前蒙歇裙子 颇有几分模仿玛丽莲梦露的感觉 但是最终的效果却零美感 让人不忍之事 红坛一只女明星争其动眼的场地 要想在一众明星中脱颖而出 不仅要穿得漂亮 更要会摇造型 但是红坛上也不乏一些女明星用力过度 呈现出来的效果让人大呼尴尬 甚至堪称迷惑行为大赏 其实仔细看张丽这次的装扮 一身修身白裙搭配精致的妆容 十分清纯动人 单纯的乱穿戴 丝毫不输在场的其他女明星 但是想要通过造型动作 来吸引眼球的张丽 却翻了车 只见张丽走到红坛中心站定 面对镜头时 突然用右手抓住左边的裙板 将裙子大力的掀起来 裙板顺时间旋转起来 甚至在镜头前还清晰的看见了张丽穿在裙子下面的安全裤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在裙板 飞扬的一瞬间 张丽立刻弯腰 用双手捂住裙板 并且身体微微前倾 可能是张丽自己也没想到 裙子会旋转这么高 在穿完这一系列动作后 她并没有表现出优雅的神态表情 反而一列惊恐 甚至还留待尴尬的想法离开了红坛 张丽这次的红坛视频已经传出 在网上立刻引起了争议 网友纷纷觉得 这一靠连换的动作 简直和性感女生玛丽连梦露的经典舞群动作一模一样 甚至还晒出了对比图 从图片来看 除了表情相差甚远 其余的动作还是相似度非常高的 张丽的这次翻车势力 也被网友称作迷火行为 甚至还直言她的表情和神态也太丑了吧 捂着裙板小跑的动作也被打去倒车 特别像尿体找不到厕所 其实女明星想在红坛上 活眼球无可厚非 但是也要掌握好度 不然呈现出来的效果不仅不美 还让人尴尬不已 如此吸睛的女明星当然不 只张立一个前段时间出席活动的观笑虫 和楼一宵也因为尴尬行为而不受热议 楼一宵甚至还因为在红毯上拎着裙子 疯狂站圈去而登上热楼被网游戏称为 在模仿滚筒洗衣机 场面一度十分干大 看完以上的红毯摇造型翻车实力 不得不感叹一句 做女明星太不容易了 你们觉得这样的行为是 沙雕可爱还是尴尬不能理解呢 沙雕可爱还是尴尬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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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